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01月14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北京时间1月13日 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选拔赛第二站 李文龙和范可欣获得参赛资格 男子方面,李文龙力压安恺获得入场券 女子方面,范可欣总积分第一,如愿拿到入场券 14日,选拔赛第三站将展开 运动员将角逐胜余的北京冬奥会参赛名额 CBA常规赛第二十二轮,辽宁战胜广东 在第三节比赛中,韩德军被威姆斯打破鼻子 当场流血,随后双方发生冲突 威姆斯和韩德军被驱逐出场 胡明轩在一节比赛中,两次委体犯规,被夺权驱逐出场 在比赛场上大打出手,就看中国蓝鞋怎么处罚了 国足上海对战式预赛 队长无锡在采访中坦言,球队氛围不错 火爪们先恢复身体状态 等待全员到起后,开始技战术训练和磨合 日前即将出征亚洲杯的中国女足公布了23人名单 这只以老代心的队伍目标,是拿到世界杯入场券 怎么选人,有何考虑,让我们听一下水清霞指导的舰队思路 兼顾吧,因为当时找的,招的这些队员老中轻三代 我希望老的队员,老队员是一个宝吧,在我看来是一个宝 因为他增长了很多年,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比赛经验 而且关键是球队当中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 这点我觉得特别重要,95、9月年这波队员中生代当中 也是从这个年龄对这个薪资上面,他们也经历过很多 所以这些队员也是希望能够为将来中国女足能够调大量的一个年龄短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 也希望有一些像张灵燕啊,王燕文啊,包括袁崇 也是比较年轻的,包括汪灵燕,万家呀 也是作为我将今后吧,去明年之后的一些准备 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去成长 所以中国这个考虑也是两头肩部吧 也希望打好这个亚洲杯的同时也是希望为明年做一些准备 DBR看热搜,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江湖up主,今日热搜,中国足球 随着成都和浙江胜超成功 2021年,中国足球算是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 国字号的权限溃败,中超的支离破碎 用金元吹起来的职业足球泡沫终于破了 但是在最后的升降级附加赛中 我们看到了四川足球的折服与雄起 看到了浙江足球的沉淀和积累 这是让球迷惊喜的 也同时看到两座足球城的坠落,让人心虚不已 让足球回归本身规律 不再急功近利地去追求短期目标,规划再多 不如让足球人踏实地做事 少些业余管理,多些谅解之时 都说冬天到了,春天就不远了 但是中国足球的春天能否尽快到来 就要看真正的中国足球人 能否共同努力和真心付出了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 CBA常规在第二十二轮上演齐鲁德比 青岛对阵山东 山东依赖哈德森的发挥 青岛靠双外援成场面 山东主帅徐场所的帅位有些动摇 青岛主帅吴庆龙身陷下课传闻 此番交手 山东能否在哈德森被岩防下找到新的进攻点 青岛在双外援之外 能否有球员站出来 将是看点 体育江湖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字幕志愿者 杨外援之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